第三 若实想利益骨灰塔里的众生 又该怎么撒光明真言的奏杀呢 谢谢 感恩师父 那么他想到利益骨灰塔里的众生 又该怎么撒光明真言的奏杀呢 这个在塔里面 你可以撒在塔的外面 撒在塔的外面就可以 以这个光明真言的 你清净的撒 撒在塔的外面 里面的幽灵都得到受益 都得到受益 这个撒这个奏杀 你如果想要用皱杀来 好 铃骨塔在外面 铃骨塔的外面 向着铃骨塔撒杀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撒米也是可以的 撒盐也是可以的 这是藏密的里面 西藏密宗里面 跟日本东密里面 他们用的方法 都是可以的 就是 敬似的 那我们下期要 铃骨塔撒 我们下期要 就是 感谢观看